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财方暗战 我是章涛 最近比特币的价钱升了不少 但有一群以太币的支持者似乎不太高兴 因为以太币ETH的升幅似乎追不上Bitcoin 今天这段影片想和大家分析一下以太币的基本因素 以及分享一下我们应用什么态度去投资以太 最近主要是炒两个以太币的消息 第一就是大家在憧憬很快会推出以太币的严货ETF 如果一旦推出的话就会像比特币 吸引到很多传统的投资者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基金大机构的基金 会融入它买以太币 究竟会不会批出现货的ETF 日期来说是美国时间的5月23日 美国SEC要作出一个表态 支持认为它会批出的朋友 主要的论点是觉得 既然你都批了比特币的ETF 为什么不批以太币呢? 以及今次带头申请的又是BlackRock BlackRock的Trackback很好 之前这么多ETF 只有一只不批准 其他全部都批准了 上次可以 今次都应该可以 而认为今次未必会推出现货ETF的朋友 就认为因为一直以来 SEC Gary Gensler 的态度 他都一般的 POS 这个共识机制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POS 就找回之前的影片看吧 比特币和以太币这两者 其实技术上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 比特币是纯粹的 它的共识机制是POW 有好吵、用很多电源的矿机 以及它是没有Smart Contract 但以太币主要的卖点就是Smart Contract 可以给你里面有很多的应用 而它的共识机制就是POS的机制 而这个POS的机制 就是现在一直以来 监管机构是比较有意见的 就认为有POS的话 就会比较像证券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证券还是商品之争的定义问题 如果今次可以批准 ETH的现货ETF 其实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因为不单止机构可以 买ETH这么简单 而是将它的定义改变了 由大家不知是证券还是商品 就变成它一定是商品 如果它是商品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一大堆 POS机制的区块链 都可能会一起受益 所以这个其实在法律定义上 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你问我来说 我觉得SEC 它的考量都会不少 因为它这次批这个 是否代表 是否代表了 POS是可以呢 另一点大家要留意 就是比特币现货ETF 推出了市面之后 市场很刺热 气氛 有很多人去买 比特币现货ETF 这会不会影响了 其实美国内其他投资产品 的钱流入去加密波币呢 如果有一些既得利益者 有些传统的投资者 传统的金融产品 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会不会这里又给了一个政治压力 给政府和SEC 拖延或者是不让 以太的ETF上市 这些考量我们都需要留意 你问我的话 我当然不想它这么快批 你说你是否担忧 当然不是 因为跟之前我的逻辑是一样的 现在不是它会不会批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批的问题 不是五月 不是八月、十月 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当你一批的时候 市场会更加刺烈 那些东西就更加贵 那些东西更加贵 那我就买不到 是吧 大家都要有这种思维 其实你是想它升还是想它跌 当你手头上 还有法定货币可以用作投资之用的时候 我当然是想它跌 那我可以在低位的时候 可以入货 那我当然不是看淡 而是我只是想在价钱低的时候 我可以有机会可以入市 所以大家如果都是看好的话 我也觉得不应该说 我一次过就买很多 我们都是用DCA的方法 每日或者每个礼拜 定量买入 这就是你长线看好的投资方法 第二个当炒的消息 可能在我这段影片出的这两天就发生了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坎坤upgrade 就是Dankun 这个坎坤upgrade 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 在以太坊里面的一众Layer 2的performance 你知道这些区块链的upgrade 下来都是针对TPS的问题 即是transaction per second 一秒钟可以process多少个transaction的问题 这次的upgrade 就会大幅度 令到Layer 2的transaction 会快了很多 以及便宜了很多 具体便宜了多少 现在未有一个 很确切的数字出来 以数学上去计算 大概是可以便宜到 九成以上 有说话九成有说话99% 到时真正upgrade 大家需要留意这一点 这次受益者是Layer 2的区块链 而不是说以太坊本身的transaction 所以这次upgrade之后 不代表我们在以太坊上的 手续费的抗公费便宜了 是没有影响的 主要是针对Layer 2的币 如果我们follow这个逻辑去想 即是说 因为受益者是Layer 2的币 是不是都可以落一注去Layer 2呢? Layer 2现在最大的market share 那条链是arbitrum 所以就是up这个币 另外也做得很好的 就是optimism 主要就是这两个 当然现在Layer 2的币 已经是有百多个 各有特色 但我去看这些事情 我们一定是选择大那些 因为大就不单是说 它是更加多钱在里面 这么简单 而是会更加安全 亦更加多的开发人员 去看到里面有什么潜在问题 以及不断地改进它 当然以太坊现在面对的挑战 亦都不容忽视 大家看到的就是 过去这半年SOL上升了很多倍 Solena一直以来 就是说它的速度很快 Transaction Cost很低等等 如果我们以数字来看 现在以太坊跟它 都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因为现在SOL声称 每秒钟TBS有几千个 实际的数据是几百 但是以太坊是说十几 就是说很多很多倍的分别 当然以太坊现在 做得很好的就是Layer 2 现在有了这些升级之后 Layer 2声称都可以有TBS到几千 以以太坊整个发展蓝图来说 最终极是会向一个 每秒钟十万的Transaction方向去走 但是这条路会很长 但我比较喜欢以太坊的其中一点 就是它比较循序漸进 我们看到过去这麽多年 其实它一直都没有停过upgrade 而整个区块链的生态里面 亦都是最多开发人员 是为以太坊贡献 是不断升级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就是安全性、稳定性 其实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有多快 因为你说现在多快又如何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应用在里面发生 未是很多 所以安全对于我来说 始终是第一的 想了解多些ETH的基本面 我经常推荐两个网站给大家看 一个就是DeFi Nama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以太坊的生态里面 其实有多少所谓的Total Value Lock 就是锁死了多少钱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指标 在过去的熊市里面 我们看到 在螢光幕上看到一个圈 就是这个钱少了很多 但是最近这一两个月 直接是 攀升到这个 这个slope 很扯很扯 升得很多 这个指标是有多少钱 多少人是对 生态投意信心的一票 第二个指标 第二个网站要参考 就是ultrasound.money 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实际上有多少的Application 是在用以太坊 以及它燃烧率是多少 燃烧率是多少 就代表它现在 是通胀货币越来越多 还是通缩货币越来越少 曾经在去年 我有一段影片告诉大家 它已经由一个 通缩货币 变成通胀货币 因为少人用 所以越来越多 当然 价钱就会受压 但最近我们看到 它又变回通缩货币 因为用它的人多了 那是什么人用呢? 以前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ultrasound.money的网站的时候 我曾经多次 觉得大家要小心 就是因为 Burned最多ETH就是NFT 当时最多遥遥领先就是OpenSea 因为大家玩过NFT 你也应该明白 OpenSea要Mean一张NFT 或者Trade一张NFT 其实你用的Gast fee 其实是相当高的 如果是因为大家都拥去玩NFT 而烧了很多ETH的话 其实就未是很理想的情况 果然在去年 NFT进入一个大红市里面 其实现在95%以发行的NFT 其实都没有什么交易 一些声称会发生很多事情的NFT 亦都没有了下文 整个市场都还未复苏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头十位 你都见不到OpenSea这个名字 主要都是一些DeFi platform 以及一些去中心化交易所为主 我觉得这个发展 其实是比较健康的 说到以太的NFT 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最新的一个新的协议 叫ERC404 大家在憧憬 这个新的协议出来之后 可以将整个NFT市场再度活化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释放 NFT的流动性 具体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NFT 可能很贵的 十万八万 不是每个人买得起 所以当我没有钱的时候 或者是有更佳的投资 机会的时候 我就未必会玩NFT 这个ERC404 就是说我可以 将这个NFT代币化 就是可以变成很多个代币 变成我买的时候 我可以买一份 我就不用整个NFT买了 之后 但当我做我的重商他们一直 lifet 能把NFT变成很多状元 然后需要重新新NFT 就像七龙珠那样收集 那麽我可以重新新新新NFT 大家都觉得这种做法是vänd 化整为零 又化灵为整 是否代表一些很贵的NFT 很多人可以参与 然后整个市场活化呢? 我的看法是我们有待观察 因为NFT的东西 我认为有很多服务 服务未必是谈计它的产品是否可以 而是就算可以到技术层面 它们需要时间去验证 这些化整为零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兴奋 要观察一下 看看它做出来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有 Smart Contract方面的流动 这些时候尤其是牛市 坏人会更加多 坏人会不会趁这些机会 又用一些办法去验证钱 大家不可不妨 好像两三个月前 市场开始很活跃的时候 我发觉我安装NFT的银包 收到很多NFT的Airdrop 当然大部分都是scan 如果我去试试claim 或者是去trade的时候 我便会中招 希望大家亦留意这件事 无端端有些人 drop了NFT 我们都要小心一点 大部分都不好 现在现价是否一个投资以太币的好机会呢? 有很多人就说 价钱都好像升了很多上来 会不会现在入市已经太贵呢? 不妨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不要用美金去看 我们用以太币对比特币的比例去看 这个比例 曾经最高的时候是0.088 即是0.088粒的比特币 可以换取一粒以太币 最低的时候 最低就是过去那三年 曾经跌穿过0.05 在我现在录影的时候 大概是0.054左右 大家不妨参考一下这个价钱 因为有很多的交易 其实是发生在 大概0.06至0.07这个位置 如果突破到这个位置 情况会不错 所以我们尝试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就多了一个方式去投资以太币 除了我们可以直接用美金去买之外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用比特币去买 如果你同意会用比特币去买以太币去投资的话 也就是假设以太币的升幅是会跑赢比特币的 即是说现在是0.055才算 如果它是两个度一起升 不过以太币升得更加急 去到0.08这个位置 到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把它转成比特币 当然也可以转成USDT或者美元 但这就是我自己去累积比特币的方法 即是说我投资以太币 其实最终目的都是想多一些比特币 这个纯粹是我自己投资的方法的分享 大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我会比较以币为本去看这件事 当然你可以倒回想 如果你是一个ETH的max 其实你投资比特币的原因是想有多些的以太币 那你就倒回来操作 当它的比例是低于比特币的时候 你就将比特币转成以太币 然后代代平安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两派的人都很鲜明地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社群 有些朋友觉得比特币为本 因为我们相信Store of Value 是一个Decentralized的Store of Value 另一群以太坊的支持者 当然他们认为 区块链的技术是应该让我们使用的 应该让我们做多些基建和应用 去令我们生活等于丰富的 没有说是否正确 我觉得两群都应该是并存 两个可以一起好的 所以就看看你是什么人 现在我提供多一个方案给大家考虑 我们不一定要用美元去投资以太坊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用比特币 也是一个方案 但无论是你喜欢哪个方案 以及你是哪一种支持者 我都不厌其烦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现在市场就算很热 大家也好看也好 我们投资区块链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随便摔烟 不要借钱 不要有太大的杠杆 保守为上 好吗? DCA入DCA出 当然财科暗战 从来都不是一个投资意见的频道 纯粹是一些讯息的分享 希望大家多点了解新的科技 多点了解区块链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